三三天两夜这样玩 搭火爆全网的海上列车 在釜山吃海鲜 釜山超多看海cafe 网红西汉比米饭你吃过吗 今天是在索尔的第三天 是我们的移动日 我们搭火车去主山 然后我们会去在福山三天两夜 现在早上7点10分 我们在等dexi 然后我们要去Sol Station搭火车 Oh my god 现在是Rush Hour了 我们打不到Camp 所以我们只能都走去Honday Station 然后做一个Airport Railroad 去Sol Station 来搭我们的KDX火车 现在早上他们在上班 所以叫Kakata系列什么都没有人要借 所以我在福山我们乘搭KDX火车 大约两个小时多就会抵达了 火车票可以在Club My Korea Plus 会比两层来回来的便宜 买了之后记得要去网站华为 索尔车站有很多吃的 当火车站前我们先来吃早餐 索尔车站坐到来这个KDX这边 然后有很多东西吃 其实就是before进KDX有很多东西吃 KDX的入口只有一个 先在出发的看板上面检查我们的火车班次跟几号月台 那我们前往福山的呢就是17号 017 4号月台 进去了之后只要跟着标示走去相对的月台就好了 记得一定要查看列车的箱号 现在是8点42分 我现在在索尔站的KDX的铁路 然后我们要搭9点的火车到福山 我觉得20分钟前到这里应该就ok了 然后这里的火车票哦 他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减票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冰出来 可能会有人上来检查 就是在这边 然后这里有广播 很简单的像日本这样复杂 现在是8点56分 我们上了火车放了行李 然后应该是9点就已经开始了 Train to Busan Let's Go 跟着这个Taxi站 然后去排队等Taxi 人到了福山的第一餐来这个Handa Sud 这里煮的十锅盖饭是小龙叔非常红的一家店 我去的是海云台店 饭点的时候没有人排队 靠近Grand Johnson我们的酒店 点了招牌螃蟹石锅饭 焖鱼饭 鲍鱼饭 鲍鱼饭 和烤鱼 味道方面我个人感觉就是平平不齐的一餐 很像那种羹豚会带你去吃的餐厅 不至于到彩雷 但也不需要特地来这一趟就是了 现在再来到颜值超高的最美cafe 这家靠海的超美cafe 也是在小龙叔上面看到的 离市区庭院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浦山靠海的 WIFT ON COFFEE 海云台打车过来 花了23700KW 大约20-30分钟的车程 是一家独栋cafe 有好几层楼 每一层都有海景 这里的摆设非常舒服 外面草地有很多座位 这里有很多韩国人 没什么外国人 都在这里懒洋洋的躺着发呆看海 我们的旅游方式 也是很喜欢这种摆烂石的旅游 不追求打卡所有的热门景点 但是追求打卡 美美的拍照地点 cafe跟去美食 点了这个不太好吃的甜点 和一杯没有很好喝的饮料 在这里做了好一阵子 才启程回去酒店 回到了我们的酒店 简单开箱一下 我们的海景酒店 Grand Johnson 有两江双人床 面向海景 浴室的被瓶是保密的 有minibar里面 有免费凉瓶水跟薯片 过发学 其实我们应该选择 广安里的酒店 才能够看见 广安里大桥的美景 晚上我们搭地铁去 Jagachi Market吃海鲜 萤幕上会显示海鲜的市价 这里我们发现到人没有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补塞 还没有恢复往日的热闹 选了海鲜就上楼 让店家准备了 这次我们选的是Snow Crab 真的 感觉还是比较喜欢 King Crab烤的 Snow Crab的肉质 比较多汁柔软吧 最后点了这个 像是粥的炒饭 搭巴士回酒店 大约要50分钟 早餐我们来吃这家釜餐的必吃 猪肉汤饭 然后把这个翻下去 汤头鲜甜 早上有热热的汤饭吃 也是蛮爽的 这家的配料还有面 这个面丢下去很好吃 之后就来到福山之旅 我最期待的海上列车 一般来说都是 米波达到 冲沙波 建议都会先提早来买票 因为听说都会售完 海上列车就是叫做 Sky Capsule 到了预定的时间 人潮会很多 Sky Capsule 是一个小小的车厢 一个小团体 最多可以四人在内 不会有别人 三个人价格是 39千 KORIEN ONE 大约30分钟 就会到下一站 冲沙波 一些人也会从这里坐过去 但我建议还是米波到冲沙波 因为这样子的海 才会在最隔壁 冲沙波这一站 很像日本连昌 KAMAKURA 只要等待时机 就能拍到列车 经过的大海的画面 冲沙波这一站 也有很出名的cafe drop top 不过我们下一站 跑去了寺庙 是一座建在海上的寺庙 吃完去吃了网红 西汉皮冰宝 也是需要iPad waiting list的名店 等了大约30分钟 才有位置 事先不懂得 如何要沟通 要窗边的位置 就算食物还没有来之前 服务员也不让换了 有兴趣做窗边的朋友 记得要在楼下跟店员 先说明 没有吃过喜好拌饭 但是味道嘛 也是中规中矩 没什么特别 服务员的态度 也是真的不太好 所以不建议大老远 从市区过来啊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 这个吃饭的environment 广岸里有很多面 像广岸里大桥海边的cafe 我小红书随便找一家 就打车过去了 在府城我们一般都是打车 除非想去了几年 很集中在市区 否则我不建议大家 浪费时间等公交或是地铁 因为真的是很久很久 今天呢 旁晚我们来到了这家cafe 茶双翅 然后这是在广岸里的cafe 可以看到广岸里大桥 这家茶双翅的芝麻蛋糕 跟injomi cafe都非常好 这个 西西米蛋糕 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我昨天吃饭 所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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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吃饭 很酷 很酷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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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下午我们也是在这里 做了好几个小时发呆聊天 直到日落才下去海边走走 秋天的广岸里海水浴场风很大 其实真的蛮冷的 远处有烟花 海边有人在唱歌 带来一下下午我们就去吃火了 完成了是这个 是小洋书上看到的海鲜锅 但这家虽然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我个人却没有很矮 因为我觉得味道不够 汤的鲜度辣度都不够 只能算是平平无奇的一家餐厅 第三天的釜山 也是我们即将回首尔的一天 早上去了附近的kimbab店吃早餐 之后就回酒店准备check out 搭火车回首尔 现在是10点29分 我们的那个火车回首尔是11点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乌生银站 然后还是一样就是直接找那个看板 然后check out自己的track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那个track是6号 还是一样要看这个我们的车厦 今天影片来到手尔 早上远 早上来到了 早上摆 早上 早上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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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